我們剛剛在玩LED燈 你只有開跟關其實也還好對不對 按一按沒有什麼 可是加上這些情境以後 是不是就可以加入在生活應用裡面了 就真的是生活裡面的一個情形 那我們來找一下我們的那個 邏輯判斷在基本功能裡面 你把它打開 有沒有一個邏輯 如果 對不對 如果什麼事情 對對不對 這個 因為進來之後 我還是讓它顯示 剛剛那個還是顯示出來 那我再把它加在下面 如果什麼事情 就亮什麼燈 啊否則咧 對啊 老師不是沒有常常用這樣子嗎 如果成績沒有達到 哈哈哈 好 你按這個齒輪 按一下 有沒有跑出來 按這個齒輪 藍色那個齒輪有沒有 按一下 好 按了之後 否則 拉到右手邊這邊 您看一下往右手邊這邊 拉過來 有沒有下面就跑出一個了 再看一次齁 按著拉出來 下面這邊就有一個否則跑出來了 相對的如果你不要否則的 你就往左邊這邊拉過來 這樣 這樣就好了 好 這個是Blocky基本的使用方法 他是像這樣 那 整個如果你 如果這個條件是設好了 你就按一下齒輪 他就收起來 上面那個跑出來的就會收起來 好 現在我有一個邏輯判斷條件出來了 我們來告訴他 如果 什麼條件對不對 條件在哪裡 剛剛我們是用上面這個 條件就在下面這個 大於等於嘛 什麼東西大於等於 或小於等於 的狀態之下 我就把第二個這個 邏輯裡面的第二個 把它丟出來 有什麼情形之下 是有沒有大於等於小於 有齁 那我們要判斷的是什麼 是不是上面這個數值 是不是這個 偵測到的嘛 那看你齁齁 你如果 我現在就 用0到1之間的 這個就好了 我就直接複製 Ctrl加C Ctrl加V 好把它貼下來 如果我偵測到的這個光明數值 比 多少還小的時候 我L1燈就亮起來 可以吧 好 小於多少 那小於多少的話 它本身 你看 請問在這裡 可不可以直接打進去 這裡可以直接打進去嗎 不行 因為它裡面是不是有個數字 所以我們待會呢 這個數字就要找這邊 有一個數學式 這裡 它有一個可以輸入數值的地方 你看 數學式 按下去 有沒有上面有一個 這個數字可以寫 數字拉出來 以這邊來講 我就覺得積木比較麻煩 哈哈 因為我們積木 它一定要判斷 你是文字就文字 數字就數字 但是寫成字就直接打下去 所以各有優缺啦 可是 透過這個方式 你可以 需要判斷什麼 因為我們變數是有分不同型態的 你是整數的 是 字串 是浮點的 事實上 結果都會不一樣 好 我0.5 好了 如果小儀0.5 我的燈就打開 好 燈就打開 那下面這邊 就看你啊 你是要亮三色LED燈 還是要亮那個 一顆的 我們現在不是都接在上面嗎 但是記得一件事情喔 雖然我接在上面 請問上面有沒有三色LED燈 或LED燈的硬體 你如果沒有接硬體 用軟體 直接控制有沒有用 沒效喔 這樣了解嗎 我先用LED燈好了喔 來看一下這裡 原件模組裡面的LED燈 我告訴他 我有一個LED燈 我放在角位02 所以有了硬體 我才可以用軟體的部分去控制它 我希望說 欸 我現在如果小於0.5的時候 我的LED燈 我就把它打開 相對的 大於等於的時候 我就把它射成什麼 之後射成off 就把它射成關掉 這樣 有沒有發現程式慢慢 越來越加越長了 可是其實我們寫程式也是這樣 就從小的慢慢的累積起來 好小的慢慢把它累積起來 那現在有 有了之後呢 我就來這邊 實際測試一下囉 我們從這裡 記得 層次有改變 要重新play一下 現在是70 所以不會 有沒有亮起來 18嘛 雖然你看起來是18 但是你應該知道是0.18 對不對 我已經45度又轉成0到100了 放開 有沒有又關起來了 超過50了嘛 滑過來 亮 這樣有簡單嗎 但是要用小夜燈還是用買的比較快 因為這樣比較貴 哈哈哈哈 對不對 所以其實你可以像這樣 我們很容易就可以達到生活裡面的那些應用 像WebDuno 其實蠻適合做所謂的 Prototype 就是我們講的雛形 圓形 圓形的部分 你可以先有 它有想法有概念 利用這些感測器 我們先做一個圓形 給那Demo用 那你真正要實做 真正要付諸變成商品的時候 可能就要找看看怎麼樣的 原件 那些廠商 我們再把它做比較好的商品化 這樣 OK 所以老師可以先稍微玩玩看 當然 光明的部分 除了用在這邊 像我們剛剛講的 其實也可以用在這個燈上面 對不對 或者你的風扇 其實一直都是一樣的 都是一樣的